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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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不起 反正的反正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跟对手去打一打 扫踢了 对 又是前手 赵正龙今天中线 又在踢 赵正龙这个腿已经有反应了 对 这个很危险了 马上要影响移动了 是 对 的确 又是一腿 这个事我跟魏瑞聊过 就是他们战队 已经开始影响移动了漂亮 又是一腿 魏瑞也说 整个他们战队对于卡夫提这个事 有过专项的研究和练习 他们也吃到甜头了 最早就是魏瑞对刘薇的那场比赛 然后是刘策 刘策的好几次KO对手也都是用的卡夫提 然后魏瑞扬 现在今天刘永强在龙中队的内台上 也依然使用了这个卡夫提 是 因为卡夫提这个动作就比较 我觉得 就现在已经不能硬扛 只能去躲了 果然 对于赵正龙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卡夫提 因为卡夫提这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你刚开始可能意识不大到 就是你去硬扛两下没问题 可能你扛了那么三四下之后呢 你就马上就这个腿就会影响你了 对 因为它等你感觉到疼的时候 跑步 都不讨厌 都不讨厌 因为政府不讨厌 都不讨厌 此外 有病 都不讨厌 有病 都不讨厌 有病 对 都不讨厌 了 我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刘永强 就是 尝到甜度了 兴奋起来了 兴奋起来了 漂亮 上有直前 下有扫踢 刘永强在战力方面 算是全面开花 而且他的前手 的确打出来一个不错的效果 就是赵正龙现在右侧的眼瞼 应该已经影响眨眼了 会影响到他的视线 刚在第一回合 我们看到也有流血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进入到地面对于 赵正龙来讲也不是什么 很好的一件事 因为他没有还手之力了 他首先是眼瞼处也有伤 然后被卡布踢过之后 他那个腿 你看站着的时候 就是困难了 赵正龙已经开始不去挡了 就是开始踢腿去躲了 然后在第一回合结束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影响到他的移动 所以对大家来说整个比赛 其实从第二回合一时 就陷入到了一个不利的局面 而刘永强又很贼 上来之后还是卡夫接前手 然后前置接卡夫 连续的打击 还是赢下了比赛 恭喜 谢谢 赛前在介绍刘永强的经历的时候呢 说到了他曾经在龙云格斗 那现在呢又转战到 萧綦格斗进化营来训练 那这场比赛他的确是用自己的拳头 压制了对手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二局 39秒时 蓝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 蓝风射 好